然后再加上 想帮阿伯结尾吗 所以柯文哲呛说 所以从这里来讲 真正把金华城 弄上了整个司法 是郝龙兵是第一个 游淑会第二个 钟小平第三个 都是国民党的 郝龙兵当初讲一句话 就狠狠打脸的柯文哲 郝龙兵当初讲哪句话 郝龙兵就直接告诉你 金华城是改建 金华城不是都庚 所以郝龙兵话讲得很简单 我们当时就告诉大家了 这个只有18岁的金华城 怎么能够去用 所谓的都庚奖励荣记 所以郝龙兵当初一句话 就点到重点了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郝龙兵 当过国民党的副主席 所以他的态度算很重要吧 很重要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柯文哲是真的案子太多 那案子太多 所以让大家看到又是商办 又是金流 一个接一个又是政治现金 所以我们一个个讲 第一个先把那个4300万讲清楚 4300万 其实柯文哲如果要讲清楚 多简单 你把你当初的贵款的金流存折 所以我给大家看 陈佩琪至少在我印象中 过去这段柯文哲当市长的时候 陈佩琪秀过5次存折以上 所以你如果这么会秀存折的话 那你这个金流就秀给大家看 这次为什么不秀 这次你没有看到他秀 他是说我的存折被你调查局 都给我收走 没有啦 存折没有收走 他存折在他家 所以他可以秀存折 不但可以秀存折 他还可以秀买卖契约 因为他今天秀这一张的时候 旁边有仲介 他有仲介的名字 听说他是用现金买的 会不会是现金 会不会 所以存折拿不出来 就算是现金 你也可以告诉大家 你是用现金买的 因为这一份有买卖合约书 那你就秀 那第二个 对对对 除了这个秀存折之外 第二个 你至少可以秀完整版的买卖契约书 为什么不秀完整版 对啊 因为他今天连仲介的名字都看到 国内一家知名的仲介 你如果要把他仲介抓出来背书 那你就把你完整买卖契约书秀出来 很多人买卖过房子 完整的契约书我们都看过 那你就秀完整契约书 那当然他到底是不是这个陈玉坤 至少我查证过 这个屋主 是不是兄弟党我不知道 两位姓陈的所有人 那看起来都没有陈玉坤的名字 对啊 这里有一句话 我要让大家听 证实是由房屋仲介安排看屋 所以换句话讲 因为他都点出那个仲介了 但是这个房子很奇怪 这个房子有人说 在仲介的公开的资讯上 我们一般我们要买房子 哪一个房屋仲介公司一般都有 哪一间房子要卖都有 可是这房子没有在公开的市场上 对啊 当时在讲说 我讲一下 我记得柯文哲说是仲介人介绍的 这两个屋主比较特别的地方 因为他是分属两个 这个就是他的持分 二分之一二分之一 分属两个不同的屋主 那这两个持有人 就是他们的所属的公司都很特别 都是跟政商经营关系 很有关系的公司 所以这部分是比较特殊 那部分其实还 我知道还有媒体在查证 所以我也不好意思说破人家的独家的新闻 这是第一个 所以这样的房子会经由仲介出来卖吗 不知道 因为这不能说明了 人家还在查证 所谓的仲介房屋买卖 他们还提供一个服务叫代书 有可能是仲介公司 他们只提供代书的服务 帮你们两个在买卖的过程里面 都是我要说的 因为一般来讲 那不是真的 因为一般来讲 移转房屋 都是只找两种人 在美国当然就只能找律师 因为美国没有代书这个行业 我们台湾有地震室代书这个行业 不过向大家报告 所有的律师都是地震室 你只要考上律师 在我们那个时代 你只要考 律师的证明房屋 你只要考上律师 你就具有地震室的资格 你就具有专利代理人的资格 你就具有 就是现在叫做专利师 你就具有商标代理人的资格 商标师 所以一张律师证书 是包含好几张证书 所以每一个律师 都可以办地震业务 每一个律师都可以办 所以但是因为 那就跟他一生一样 因为大家工作分工 你不可能说 所有的打证都医生亲自打 说拜托护士打 所以有时候大家分工 所以有一些 像我自己买房子 我也是找代书办 后来那个代书问我一句话 他说 我也是 他说律师 你自己就会办 你自己也是地震室 你也是专业的 你干嘛找我办 我说我要去开庭 我一个案子十万 我给你办一万 我来赚十万 给你赚一万 所以其实是这样子 跟他会计师会记账单 他不用自己记 所以我把这个意思就是说 为什么不把它全部弄出来 为什么 对 对 这就是现在大家在质疑的 就是买卖房子 在台湾这么多人都有过经验 所以你的当初买卖房子的契约书拿出来 一看一翻两正眼就知道是你买卖的 然后你当初的金流汇款 像我们现在一般人买房子 其实在汇款的过程 大家都知道现在会进所谓的旅保专户 那你有没有进旅保专户 你如果有进旅保专户的话 其实也是一翻两正眼一看就知道了 旅约保证 我们现在买房子都要履约保证 不过如果 如果我讲个名人好了 对不起他们也许没有这样 譬如说郭台铭跟王永庆买房子 请问他们两个人需要履约保证吗 不必 不必的 这不必的 一般人是需要的 所以柯文哲如果他买的是 你讲的这些重要的公司的话 也不必履约保证 就是那两个屋主 他们等于说跟他们的 这个保险有关的资料 看到他们的公司 那两个公司坦白说 就外界在看的时候都会觉得说 这两个公司跟政治经营上 都还蛮有关系的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有媒体 一直在往下查的原因 会觉得这个买卖很特别 那目前也传出来说 陈佩吉也预计说 过几天他要去做这个说明 说明关于这个房子的事情 所以很显然 这就是我们在看 柯文哲涉及的事情太多 光是这个商办之前 应该讲清楚 就一直没有办法讲清楚 所以对他们来讲 这也是一个对他们致命伤 所以我另外还有一件事 大家蛮有趣的 因为 高院发挥以后 地院的裁定有提到 有证人朱雅虎 对不对 所以朱雅虎在地院 显然是个证人的身份 而且这个证人的身份的证词 非常重要 是非常重要 法官采用的 对不对 所以 在这个时候 有一个人竟然出现了 词定文银三百两吗 徐晓鑫突然发生 想掩盖什么东西 船 减掉扣 关键的变迁 然后呢 这个是柯文哲 这个是彭震生 结果这个变迁里面 有一句话很好笑 叫做原则很简单 公务员不坐牢 有没有指定文银三百两 在这里 这里没有三百两 请你不要来挖 是不是这样子 想要利用这个来托折 这第一个 就徐晓鑫出来讲话 他说 请北柬不要因为过去乱办案 现在就丧失办案能力 北柬办案不要只靠周刊 不要看到网路写什么 就写什么新闻 就传什么人 柬约谈前官员朱雅虎 追柯文哲金流 根本找错人 他突然间跳出来 来讲话 所以很有趣 所以徐书就马上讲说 徐晓鑫在2021年 曾经购买金华城 周边的一间中古屋 且出席金华城的地方说明会 所以换句话讲 金华城变成八百市的过程里面 徐晓鑫有没有帮过忙 大家在质疑 徐晓鑫你要出来讲清楚 此外徐晓鑫曾放话 要以一千八百万买的房子 以四千万售出 他的房子刚好就在金华城旁边 我要让大家看 柯文哲他申请基地抗高案件 原裁定撤销发为台北 台湾台北地方法院 这是高院的裁定 里面讲了一句话 本院合议庭审理后 任依同案被告彭正森 及朱叉叉 朱圈圈之公诉 这个朱圈圈就是朱雅虎 还有证人 邵秀配 邵秀配的证数 所以换讲这两个人都是重要的证人 所以如果高院跟地院都说 这个证人这么重要 也构成了柯文哲 积押的理由的时候 那为什么 徐晓鑫要替朱雅虎讲话 如果朱雅虎的证人 是有问题 按照徐晓鑫来讲的话 那柯文哲就不应该积押了 我再让大家看 大家慢慢听 我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 观众朋友们 我讲一个老一点的故事 在民国 大概80年左右 我那时候已经律师当了一阵子 民国73年当律师 台北市发生一个 非常非常非常重大的 地幕变更案件 要把一个公园变成建地 那一个案子 也是上百亿的金额 整个台北市议会 有很多很多个议员 全部被收押了 那个就是荣兴花园案 荣兴花园案 会只有一个议员介入吗 同样道理 金华城这个案子是几百亿的案子 一个议员能够处理的 这么透彻吗 要问事 所以荣兴花园当时 我印象中至少五六个议员 被收押进建 那个时候 那个时代 威权时代收押议员 是不得了的事情 台北市议员那时候 只有一个院侠士 他地位等于沈议员 那几个被收押的议员 我就不讲了 其中几个我也蛮熟的 也有法律系毕业的 也有政治系毕业的 都有 他们都被收押了 后来也都被判刑了 甚至还衍生出 调查局的调查局 调查员官员 带着被告去酒家喝花酒 拜托 你把事情告诉我 因为议员不讲 他就拜托说 我请你来喝花酒 到五月花酒家去 审问被告可以审问到酒家去 你们听到没有 还带女人 还这样子 陪酒 那个是很大的一件事情 当然那个时候比较粗鲁 我们叫他粗鲁 拔人很粗鲁 但我说这个时代 感觉只有一个议员而已 所以我从这里来讲 那现在徐晓军突然间跳出来 徐晓军失踪很久 现在他为什么又跳出来了 因为立法院报到了 又有保护伞 所以他又跳出来了 好这么一跳出来 这个时候就讲 提到 他说 他说约谈朱雅虎是错了 可是 我们从高院地院 这名是对的 资深记者 怎么来看这个呢 我刚才都没有作声 你就硬要点我就对了 没有啦 不是你是自先自走动 然后点你啊 这个 我觉得就是说 龙轩看你跑过啊 因为这个书里面 朱雅虎还是被告 证人只有那个少秀配 那你朱雅虎还是负责 这个所谓的 这个所谓的 有负责一些金流嘛 那这个案子 大家就推测 因为必办受贿案 是有分层级的 议员部分一定是 应小微这边负责的 然后呢 应小微 如果说 陈玉坤供出来 是有议员的资金的时候 应小微这个部分 只查出四千多万 另外的钱去了哪里 这个是 这是要另案侦办的 不可能说一个议会 只有一个议员 就像那个陈崇文 那个台聚光的事情 可能也不只有陈崇文嘛 好几亿的公关费 对 有提到嘛 好几亿会只给一个议员吗 对 不可能 然后你说 其他人会不会给市长 我告诉你没有这种事 市长的抗张 跟议员的抗张 是对于不同样的 市长看不到 一定是沈庆兴自己处理的嘛 所以才会有陈珠元 什么唱歌 什么什么一直弄的 那你还叫一个议员去处理 市长把公关费 通通包在这里面 即使剩下五千万 这这 你又是柯文哲你服吗 所以我 我市长你议员 那个市长会变成议员的 小费 对啊 是小费的嘛 议员谢谢 所以这个 这笔钱应该 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共犯 这要查清楚 我来告诉大家 在荣幸案的里面 有一个议员 是负责 全部拿钱 然后他负责分钱给其他的议员 他去说服其他议员 拜托给其他议员 拜托 拜托给其他议员 拜托 所以会有一个议员是专门做 那叫做中午 我们如果再看武艺探长雷若传 对不对 其中猪油仔就是总务嘛 收了钱又负责分配嘛 对不对 一定有一个 那到底这个人是谁 不知道 会不会是应小薇 不知道 也可能不是他 他搞不清楚 也是收了钱的人 但是因为应小薇 这样讲 沈庆庆跟应小薇之间的金流是这样 两边 沈庆庆是用八家公司 应小薇这边是五家协会 所以沈庆庆是把四千五百多万 从这八家公司 转到应小薇这五家协会来 但应小薇的这五家协会 四千五百多万 现在检调追查的时候 发现应小薇 这个钱除了房贷卡在 跟应小薇的女儿出国留学之外 发现有一千五百多万 是不明去向跟用途 所以昆庆庆庆 这个钱流到的协会 是应小薇个人在使用 陈玉坤讲的不是只有四千多万 陈玉坤讲的 他讲的是一亿的公关费 所以你知道这里面 钱哪里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你从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有两笔是很明显的 第一个是那个一亿扣掉这四千五百多万 有五千多万 然后在应小薇这边又有一千五百多万 这两笔是不知道他用到哪边去 陈玉坤跟很多议员都非常熟 他跟国民党议员很熟 跟民进党议员也很熟 我不能讲说他只有跟国民党熟 这骗人的 事实上他跟民进党议员也熟 这也是事实 那他跟民众党议员也很熟 跟五党级的也很熟 他为什么那么熟 因为他是一个公庙的主委 他是一个公庙的董事长 大家都要去选拼拜拜 当然会熟才嘛 就会认识嘛 所以从这里来讲 从荣兴案的经验来看 还有公关费 所有好几亿的公关费 留相不明 简单官正在查 你觉得这个案子就这样算了吗 就到这里为止吗 我觉得是不是到这里为止 客户者会不会是最后一个积压境界 你不知道嘛 因为现在检调还在查嘛 等于说到底你提供了多少证据 以及有没有办法对得起来 这当然没有话说嘛 等于说现在 等于说这个事情 到底有没有其他案外案 或是是案内案 我觉得这没有话说 那我必须说啦 等于说现在的立委 也之前也是在台北市当议员嘛 等于说我觉得希望 现在出面去喊话 或是声援 或是你要提供更多资料的人 你都应该针对 金华城避案的时候 多少去提供你知道的讯息 那我觉得其他的行为 像是王世贤 如果要去送那些信息 我觉得那就是案外所谓的 那就是让回王世贤 那个叫花边 所以说现在针对 金华城避案去发生的 你多少就是 除了检调之外 你能提供 针对你的影响力吗 实际一下 你提供多少的一些证据 或是资料 或是据你了解 过去多少 当议员时期 或是当立委时期 或是你在当助理时期 能够对这个案件 有多少了解 我才是对现在的社会的氛围 社会的对立 政党的对立 才会有帮助 在我的从龙信案的经验里面 因为这个不是一亿两亿的钱而已 这是两百多亿的一个利益 两百多亿的利益 两百多亿的利益是通通白赚的 两百多亿都是贪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不过民众党台中党部 要出兵集结小草 提油旧科 他怎么讲 最好笑的是说 各区小草可以自行集合 四十位支持者 指定在合法地方上车指定 集合地点在这里 最好笑的是说 你们来 请一个人交五百块 然后呢 在车上会还给你 我有看到这一个 我说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这会不会太奇怪了 因为要带着一颗挺阿伯 倒死的决心来 是这样子 对 决心不够可能会犯出 而且最主要是民众党喊出兵 出兵的意思就是什么 就是他们当时讲 要冲 要战斗 要捡 这个蛮有趣的 怎么会这样子呢 勇哥我先回头一下讲一下 这件事再连接到这一个 其实柯文哲接下来会面临一个 很大很大的问题 因为柯文哲虽然 现在目前为止 找不到金流 大家就没有办法去说贪污罪 只能用土利罪 因为土利罪不用金流 但他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在 是什么呢 柯文哲如果有土利的话 他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大家不要忘记 土利有一个要素 就是一定要知法犯法 我一定要必须知道 我做的事情是犯法 那你柯文哲有什么动机去犯法 这就是问题嘛 就是说如果今天检方最后只找到土利 因为找不到金流的话 那检方还是会问你啊 你为什么要土利啊 你为什么要知法犯法 你到底的利益是什么 那你说 柯文哲是圣人吗 柯文哲做事情是免费的吗 其实大家知道 正确显示不是嘛 柯文哲一定是会要求 有对价关系 你看他对钱 对自己账户里面的相关金额等等 多么精明 结果你说这件事情 连肖像权 他自己选举 自己的肖像 在所有的选举里面 我们所知道这都是公共财 他竟然连自己的肖像 都要四百多万的肖像权的钱 对啊 法文说他精明能干 所以啊如果是这样子 乃定书说柯文哲对自己的金流 巨细米移精明干练 所以精明干练 所以刚刚就提到这一点了 检方会问 那如果你是知法犯法 你为什么明知道犯法的事情 你要帮义小卫去做嘛 就是这是一个很逻辑性的问题啊 这柯文哲回答不出来的 所以我就说 最后贪污罪搞不好 最后涂离罪 搞不好还是变成贪污罪的原因 就是因为这个问题 柯文哲答不出来嘛 那小早出身啊 尤其你们台中啊 哦 你台中的比较差哦 你那是彰化的啊 不是台中的 台中的真差 但是不是只有台中啊 不是 彰化也有出比较 你看你看 看你彰化的多差 彰化也有 我们从南到北 不是我们 他们从南到北 明天是大动员啦 高雄也有 高雄的集结场 还有两个地方 包括从中正寄集场 然后另外一个在哪里 我忘记 然后这个是 大家刚刚看到 那个是台中市党部的 他们的报名表单 其实都一样 那彰化的 有够派啦 他说我们不放弃 不要命好不好 小朝好 小朝我们不要命 就是为了要捍卫柯文哲 我们不要命 我觉得这个已经进入宗教的 仪式性的动作 你知道吗 他不是台中 他在号召武昌革命旗艺上 字幕志愿者 杨茜 abi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